前文说道 郑碧昌与和茂财定下毒计 诬陷淳安丧农其大柱串通倭寇 判处即行 并让海瑞去淳安监展 其目的就是想让淳安的灾民不敢再买粮食 没了粮食 灾民们要想活命 便只有贱卖田地一条路 然后再让沈一石以超低的价格购买灾民的土地 实行改道为丧 那么说这倭寇是从哪来的呢 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到哪去找这么现成的倭寇呢 倭寇又不是苍蝇蚊子 说抓一个就抓一个来 对吧 再说了 你抓来的这个倭寇他还得听话才行 因为你得需要他配合你演戏呀 但这可难不倒郑和二人 他俩是早有准备 那天何茂财跟郑碧昌分手之后 便立刻赶往了一个由重兵把守的地牢里 那里面就关着一群的倭寇 为首的就叫井上十四郎 这一群倭寇就是留着在关键时刻派用场 何茂财与井上谈定了条件 让他去冒充粮商 卖粮是给齐大柱等灾民 然后官兵出马 当场人赃并获 坐实齐大柱的通窝的罪名 按照当时的大名律 通窝者可以就地正法 不必等到秋后 日本方面当然也得出一个背锅侠 不然不像那么回事对吧 由倭寇的头目井上十四郎冒充粮商 陪着齐大柱一起被处决 然后何茂财这边再释放井上十四郎手下的十几个日本浪人 再支付给日本人一批丝绸 外加再给井上大人弄来一条河豚 海瑞动身去了淳安之后 王永吉也不得不立刻前往建德县去赴任 他刚一到建德 便立刻把在杭州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原原本本的写了封信 打算派人连夜送交给谭伦 姓刚写好 还没来得及派人去送 忽然一名不速之客淫夜来访 正是那名在杭州的巡抚衙门里 先后两次上查的那个书办 王永吉一见此人吃惊飞小 心说怎么这个人也跟来了 那书办也不啰嗦 开门见山 说来到此地就为了亲口告诉大人两件事 第一 纯安的那个倭寇是镊四衙门放出去的 第二 高辅台是中了郑中成和何大人 还有沈老板联手的美人计 王永吉更惊讶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看上去毫不起眼 还勒索受贿的小书办 居然会告诉给他如此重要的消息 不禁疑惑的问道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那名书办望着王永吉说道 我知道大人有些信不过我 我告诉大人 浙江的前任巡抚 是由浙治总督胡宗宪 胡大人兼任的 我是胡不堂的人 文厅此言 王永吉如梦方醒 深深的点了点头 不再怀疑 那名书办紧接着又说道 胡不堂和谭大人现在都在苏州 这两条消息 大人你得赶快派人送到苏州去 小人告辞 说完他便反身开门出去了 眨眼之间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连来带去 按照现在的终点计算 连一分钟都没有 太快了 以至于王永吉一时都没有缓过神来 感觉自己刚才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似的 与此同时 在北京西院内阁的职房内 首府严松与次府徐街 一个八十多了 一个六十多了 两个老人各自戴着老花镜 都在认真地为嘉敬帝写着青词 所谓青词啊 他就是道教在进行祭奠活动的时候 写给老天爷的奏书 是用红色的颜料写在青藤纸上的 所以叫青词 明嘉敬帝重信道教 酷爱青词 在他的十四个俯臣当中 有九个是靠写青词起家的 严松就是因为青词写得好 才继身内阁 并且成为后来的内阁首府 因此呢 严松也有青词宰相的称谓 其实这个东西的 他跟国际民生是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 纯属就是皇帝的个人爱好 但是在嘉敬帝看来 内阁宰相青词能不能写好 远比让老百姓能不能过好 要重要的多的多 同时在另外的一个方面 嘉敬帝还常常用青词当中的内容 来暗示内阁 就是说 他从来不直书胸义 只叫你去领会精神 你做对了呢 就是皇上圣命领导有方 你做错了呢 要么是错毁了圣意 要么是属下的无能 反正毛病都是你一个人的就对了 此时就见严松写完了最后一个字 撂下了笔 又取下了眼镜 扶着暗眼慢慢的站了起来 轻轻的捶着后腰说道 169个字竟写了一个时辰 不服老不行啊 徐杰仍有两句没有写完 这时也不得不撂下了笔 随着站了起来 望着颜松说道 阁老如此说 我就真应该告老了 我也是169个字 我这还有两句没有想好呢 严松忽然用少有的温情的口吻说道 少虎啊 你是在等我呀 凭你的才情 不要说169个字 1690个字也早就写好 你厚道 就像我伺候皇上 二十年了 熬到八十 依然无法告老 一个人熬一天不累 熬十天就累了 小心一年不难 一辈子小心就难了 做我的副手也好些年了 难为你处处让着我 徐杰文言赶忙接到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明君在位 汉陈满朝 还是阁老最难呢 严松听罢似乎有些感动了 他拉着徐杰的手说道 少虎你过来 我有句话要跟你谈 是 徐杰立刻搬了把太师以过来 坐到了严松的对面 严松望着满脸千功的徐杰 徐徐的说道 冒昧问一言 少虎你要真心回答我 徐杰立刻惩慌惩恐的答道 阁老淡问就是 属下不会有一句虚言 好 你说这世上什么人最亲呢 严松如此煞有介事的 问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徐杰不敢贸然回答 想了许久才说 当然是父子最亲呢 严松的脸上浮出了一丝苦涩 接着轻轻的摇摇头 未必啊 徐杰连忙小心轻声的问道 请阁老赐教 严松说 人生在世最难报的就是父母之恩 可是有几个儿子做如是想 十个儿子 有九个都在想着 父母对他好是应该的 于是恩养也就成了当然 少虎啊 你我都是儿孙满堂的人 你应该有感受的 父子之亲只有父对子亲 几曾见过子对父亲 这番话岂只是推心致富 简直有一些感人肺腑了 徐杰那股老人的同感 腾得涌上了心头 但很快又抑制住了 要知道眼前的这个人 毕竟是严松 是大权独揽了二十年的 严党的党魁 墓下正值潮局动荡 暗流汹涌之时 对方也明知我徐杰 并非严党的心腹 为什么还要跟我说这番话呢 徐杰不敢接言 只是静静的听着 严松和颜悦色的说道 你不好答 那我们就说另外一件事吧 你说今天皇上叫我们写清词 为什么要突出一个真字 徐杰答道 天有四德 亨利真元 这也是提中之意 严松轻轻叹息了一声说道 少胡啊 老夫如此的推心致富 你又何必疑虑虫虫呢 你难道真不知道 皇上叫我们写这个突出真字的圣意吗 其实徐杰怎么会不知道的 内阁的二号人物 其实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 但同时他也明白 这个话必须得由严松自己说出来 于是他拿捏着措辞说道 真者 劫也 圣意应该是提醒你 我要保持晚劫 严松表情凝重的盯着徐杰问道 如何保持晚劫 哦 这个嘛 就请阁老赐交了 严松决定不再绕圈子了 于是便道 用好自己的人 撑住危局 胡宗宪是我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汝真 赵真吉是你的学生 他的名字里也有一个真字 皇上这是在告诉你我 东南大局 要你我用好 胡乳真和赵真吉 徐格老以为然否 徐杰点了点头 皇上圣名 格老睿智 应该有这一层意思在 严松说 这就是我刚才问你 这世上什么人最亲的缘故 有的时候最亲的不是父子 是师徒 儿子将父母之恩视为当然 弟子将师父之恩视为报答 稍胡啊 为了皇上 为了我大明的江山设计 这一次浙江的改道为丧 一定要推行 一定要推行好 严实藩他们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我这边只有靠胡乳真去维持 你那边也要靠赵真吉去维持 为了不让浙江的百姓造反 应天那边必须火速将粮食调给胡宗宪 徐杰立刻站起身来 慷慨激昂的说道 请阁老放心 我今天回去就写信 命兵部六百里加急送给赵真吉 叫他借粮 严松扶着暗眼慢慢的站了起来 握着徐杰的手 颤巍巍的指着自己的座位说道 我都怕失了 哪个首府这个位子 轮不着严实藩 只有你能坐 那边是北京内阁职房 这边是苏州应天管义 胡宗宪靠坐在椅子上 一个郎中正用三根手指 按住胡宗宪手腕上的冲官尺 给胡总督把脉 那郎中约四十出头 常然垂胸两眼微睁 正是一代名医李时珍 但要换手切脉时 谭伦从门外急步走了进来 胡宗宪立刻对李时珍说道 先生可否让我先听他说几句话 李时珍望了望门口 歉意地陪着笑着谭伦 轻叹了一声对胡宗宪说道 你的病好不了了 你们说吧 谭伦抓紧时间 立刻说道 不堂在管一跟高汉文说的那些话管用了 高汉文一到任便否了郑碧昌他们的议案 胡宗宪淡淡地说道 这是意料中的事 赵真吉到底愿不愿意借粮 谭伦沉言了片刻回答道 他面子上到处张罗 但两天了才给我们凑了不到十穿粮 胡宗宪的脸已是沉了下来 再过几天没有粮 高汉文想扛也扛不住了 你去找赵真吉 叫他立刻来见我 谭伦说他已经来了 哦 那就叫他进来吧 不大会儿的功夫 赵真吉与谭伦一前一后的从外面走了进来 人还没进屋 赵真吉的话语声先是传了进来 路真 你不派子李去找我 我也应该来看你啊 借粮的事情我们再谈 病总得先看吧 要不是你 李太医也不会大老远的赶来 让李太医先写好了方子 我们再商量 好吗 李时珍似乎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 呛了一句说道 我早就不是什么太医了 赵真吉愣了一下 哦 那是我说错了 太医要一千个都有 李时珍在我大明却只有一个 李时珍虽然仍是板着脸 但对他的这一捧也欣然接受了 看来还是老话说的好啊 千穿万穿是马屁不穿啊 短短的几句也可以看出 赵真吉之圆滑老练 李时珍语气转好了一些 说道 你真要我开方子吗 那我开了 你会照着方子捡药吗 赵真吉说 看您说的 胡不堂是我大明的栋梁 救了他是大功德 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只要不是龙肝凤胆 我都派人去捡 李时珍说好 这可是你答应的啊 没有那么多的名堂 我这药遍地都有 哦那好那好 那请先生快开吧 李时珍在暗桌上摊开了处方纸 拿起了笔 占保了墨 刷刷点点 一副药方立刻开罢 赵真吉连忙走了过来 要去取药方 李时珍说 哎 先别急 这个处方让谭大人先看 请谭大人照着方子大声地念一遍 谭伦点了下头 走了过来 从李时珍的手里接过了处方 才看了一眼 眼中便有了光亮 然后他倾壳了一声 朗声念叨 并因 官居一品 执掌梁省上下彻肘 悠缠未激 处方 稻谷一百船 继日运往浙江 外浮 胡宗宪的眼中也有了亮光 他感激的望向李时珍 赵真吉从谭伦的手里 接过那张处方 却愣愣地站在原地 然后望着李时珍苦笑道 哎呦 先生 您这玩笑开大了 此时李时珍却是十分的严肃 李某半生行医 在太医院也好 在世锦乡也也罢 对皇上 对百姓 都只致治病救人 从来不开玩笑 救一个人 就有一分的功德 救十个人 就有十分的功德 赵大人 你一念之间 便能救几十万的生命 这份功德如天之大 怎可视为玩笑 此时胡宗宪 撑着唐蚁的扶手 艰难地坐了起来 对李时珍深诗一礼 说道 吴某有个不情之情 纯安见得被水淹了之后 不止缺粮 恐怕还会有瘟疫流行 教百姓采药避瘟 也是件大事 先生可否愿 屈驾一网 李时珍想也没想 便应道 什么时候走 我今天就走 好 我随你去 多谢先生 胡宗宪再次先行谢过了 说着话 胡宗宪又要行礼 被李时珍拦住了 然后他又望向赵真吉 说道 赵忠诚 你答应我的药 还剪不剪了 赵真吉拿着那张处方 满脸苦笑地 对胡宗宪说道 不汤啊 我有些话 想跟布唐再说说 李时珍立刻拿起了药箱 说好 那你们说吧 说吧 他大步向外面走了出去 李太医 我说了 不要叫我太医 谭伦陪着李时珍走了出去 屋子里便只剩下了胡赵两人 胡宗宪依然是躺在椅子上 赵真吉则坐在他的身侧 语带歉意地说道 如真 我不瞒你 瞒也瞒不住 一百船 两百船梁 应天都拿得出 却不能借给浙江 你心里也明白 不是我不愿意借给你 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 还有啊 你好不容易才躲了出来 这个时候何必又要自己陷进去呢 胡宗宪坐直了身子 缓缓地说道 连你也以为我是在躲 给皇上上辞成不是我的本意啊 赵真吉说 我知道 你在浙江那样做 任谁在内阁当家都会逼你辞职 官场历来 无非进退二字 你我二十年的故交 豁出去我给你交个底 朝廷有人跟我打了招呼 叫我不要借粮给你 谁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 胡宗宪索性刨根问底 单刀直入地说道 是小阁老 还是徐阁老 赵真吉沉吟了好一阵才说 好 那我就都告诉你 两边的人都不希望我借粮给你 胡宗宪听罢 沉默了好一阵子 才自顾自地说道 其实你不说 我也想得到 你说了 我胡宗宪总算没有失去你这个知交啊 赵真吉被他这话说了 也有些动情了 十分恳切地说道 既来之 则安之 你到应天来借粮 上边都知道 浙江那边也知道了 粮没借到 你的心到了 这就行了 你这不是病了吗 就在应天呆着 我给你上个奏书 替你告病 在苏州留医 胡宗宪说 那浙江怎么办呢 就让他乱下去不成吗 赵真吉有些急了 事情已经是动若观火了 浙江不死人 这事完不了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死一万人是个数字 死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 你和我都挡不住啊 胡宗宪的目光像两把刀一样审视着赵真吉 眼神中透着失望痛心与陌生 赵真吉有些不安了 更确切地说 是后悔自己刚才失言了 立刻说道 主人啊 你要是听不进去 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有跟你说 胡宗宪声音低沉地说道 胡某不是出卖朋友之人 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只是梁 我还是浙职总督 以浙江的身份 我是向你借 以总督的身份 我是要从你这里调 你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话说到这个份上 赵真吉也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 吴不唐 你虽然管着梁省 可没有内阁的庭记 应天没有义务给浙江调梁 胡宗宪说 那我要是向你调军粮 赵真吉一正 怎么 要打仗了吗 胡宗宪说 我告诉你 浙江一乱 窝寇便会立刻举世 齐济光那儿已经有了军报 窝寇的船正在浙江沿海一带聚集 你们都以为我在躲 我躲得了改道为丧 还躲得了抗窝的军国大势吗 赵真吉沉默了 半嗓才说到 要是军粮嘛 我当然得调 可是军粮也要不了这么多呀 胡宗宪的声调变得有些激愤了 当年跟我谈阳明心学的那个赵真吉哪儿去了 以调军粮的名义就给我多调些粮食 救灾民也是为了稳定后方 也没有你的责任 你怕什么呀 赵真吉一下子被胡宗宪说得有些面带羞愧 又沉淫了良久才说到 好 我尽力去办 但是有一条我还是得说 改道为丧的事 你能不管就不要再去管 别忘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只要我还在当浙智总督 我就没有退路 大明王朝1566 是一部需要动些脑子 才能看出些门道的剧 其中的很多情节呢 是需要你自己去分析和脑补出来的 这个分析呢 本身也很有趣 我来试着拆解一下前面这一段的内容 只是我的个人理解不见得对啊 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讨论 首先老颜松察觉到了豫王等人 导颜的企图 于是便苦口婆心的试图 劝说徐杰给他的学生赵真吉写信 让后者借粮给胡宗宪 并且不惜内阁首府的位置 去诱惑徐杰 浙江的灾民有了粮食 便不会再激化矛盾 东南的局面稳住了 倭寇也不会伺机造乱 可灾民有了粮不就不会低价卖田了吗 那改到维桑的国策还怎么实行呢 答案是照样实行 办法是挤兑浙江的贪官们和沈一时这样的大户们割肉 让他们来出血 高价卖田 这样一来呢 东南沿海不会出现骚乱了 改到维桑的国策也推行了 国库的亏空也填补上了 只是浙江的官员和那些丝绸大户们没了油水 没准还得倒贴进来 郑碧昌显然是准确的理解了严松的企图 所以才会说出那一句 说穿了 就是要我们多出血 买了田改了丧 老百姓还不闹事 赚了钱一分一理都交上去 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然而严世帆却不能理解老父亲的良苦用心 他的眼里就只有钱 所以他是不希望赵真吉借粮给胡宗宪的 这样一来 以郑和为代表的严党集团 和以杨金水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便都有了利益 而徐杰呢 他在听了严松的那一番推心制服的话之后 他满脸诚恳的凯然应允 然而从赵真吉刚才的那一番话当中 我们不难明白 信徐杰确实是写了 但意思却和严松所希望的恰好相反 徐杰恰恰是叫他的学生赵真吉一定不要借粮给胡宗宪 这样一来 百姓没了粮食就容易激发矛盾 进而引起民变 而倭寇见东南的局势不稳便会伺机造乱 到了那个时候 家境第一看 老严松既弄不来银子又不能稳定住东南的局面 严世帆比他老爹又差了老大的一截子 很可能就此一脚踢开严党而启用其他的人 而这正是豫王和徐高章三人的目的 这就是赵真吉的那句 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 然而所有的人却都忽略了胡宗宪的决心与手段 我们且不管历史上的胡宗宪究竟如何 但在这部戏里 胡宗宪的人设就是心存良知和手段高明的好官 他心系浙江万千百姓的生计 不惜抗上也要救黎民于水火 当然你说出于私心 如果东南的局势不稳 倭寇趁机打了进来 便是这个浙治总督的最大的失职 可这其实也不能够完全被视作为是私心 因为这毕竟也是在忧国忧民 所以他最终不惜使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威 来向赵真吉发布行政命令 所谓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你不是不肯借吗 我还不借了 现在为总督的身份向你调粮 理由是七级光布已经有了军报 倭寇的船只正在浙江的沿海一带聚集 伺机而动 我现在跟你调军粮 如果你还不给 误了军国大事 你赵某人有几个脑袋能担得起这个罪 这一招可就厉害了 国之大事在四宇荣 军令如山 这谁能挡得住 不过赵真吉也鸡贼的很 说你就算是调军粮也用不了这么多吧 这个时候可就看出胡宗宪的高明来了 用道义和私交给赵真吉来了个双重打击 当年跟我谈阳明新学的那个赵真吉哪儿去了 以调军粮的名义给我多调些粮食 没有你的责任 你怕什么 什么叫做能源干力啊 衡量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办成事 说了一千道了一万 你再怎么祸相正气 催人尿下你事没办成 你说什么都白搭 而赵真吉呢 也从胡宗宪那里获得了借粮的充分理由 最终的呢 我是该顶的也顶了 该借的也借了 落个三方不得罪 所以说这部戏里面最大的看头啊 就是这里面几乎是不存在纸片人的 每一个人都是立体的鲜活的和丰满的 每一段情节的设计呢也十分的精妙 并且也都符合逻辑 太阳落了下去 而在杭州曹运的码头上 一张张的白帆却升了起来 随着升起的白帆 桅杆上还升起了一盏盏的灯幕 灯笼上通明的映出 制造局几个醒目的大字 一条条的船上都装满了粮包 码头的截梯两边布满了跨刀持枪的官兵 正和二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等待着迟迟不见踪影的沈一时 而此时的沈一时 却在他的那一座特殊的别院里 发疯般的做了一件事情 只见他一身雪白 劈头散发 正抱着一张古琴 扔到院子当中的那个火堆里 此时那里已经堆了好几把名贵的古琴了 沈一时一边焚琴 一边往火堆上焦油 那火便越烧越旺了 沈一时就这么站在火堆的旁边 火光将他的脸硬得痛红 而他的两只眼睛射出的光却是冷冷的 管事的进来小心翼翼的回话道 老爷 粮船都装好了 巡抚衙门和涅斯衙门派人在到处找老爷 等着老爷压梁去存安和建德呢 沈一时动都没动 眼睛盯着那火堆说道 你告诉他们 就说我死了 那管事的一阵 小人不敢滚 随着沈一时的一声怒吼 那管事连忙退了出去 云娘默默的站在一边 眼神空洞的看着疯子一般的沈一时 做的这一切 终于所有的琴都变成了焦叹 沈一时开口说道 你走吧 你欠我的都已经还清了 走吧 云娘仍是面无表情 她慢慢的提起了群居 面对着沈一时跪了下去 拜了一拜 然后起来拉开了门栓 走了出去 一句话都没有说 她当然也没有看到 就在她出门之时 沈一时的眼角滑落的两串泪珠 第二天一早 沈一时出现在一艘大船上 今天的是老板一改往日 不邪不衣的形象 而是穿着一身上等的蝉翼丝绸 俨然一副世家公子模样 与她在同一条船上的 除了管家以外 还有昨夜临时从前堂院 叫来的四个姑娘 在她的身后 则是满载着粮食的船队 浩浩荡荡的开往淳安 与此同时 杨金水也秘密遣回了杭州 她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狠狠地惩罚了 那四个帮着沈一时捉奸的太监 云娘知道杨金水回来之后 终究要追究此事的 因此她倒反而显得十分的平静 她进了杨金水的卧房 见杨金水坐在椅子上 两脚泡在脚盆里 便走过来慢慢地蹲了下去 要给她洗脚 杨金水却说道 哎 别见呀 弹琴的手金贵 千万别弄粗了 沈一时高汉文 一个有钱一个有才 你跟他们没丢我的脸 云娘两眼望着地面 正正地站着 任由杨金水挖苦野语 杨金水提起了湿淋淋的脚 踏在脚盆的边缘上说道 你看我这两只脚 踏在脚盆上稳稳的 没事 可要是踏在两条船上就不稳了 就要掉下去了 你跟我说实话 这两个人你愿意跟谁呀 云娘慢慢地抬起了头 默默地望向杨金水 此时的杨金水的眼中 竟然泛出了慈碍 像个长辈似的说道 你和我 假的 我在杭州最多也就再待一年了 也不能把你带到宫里去 伺候了我这些年 也该给你一个名分了 就做我的干女儿吧 现在干爹告诉你 跟沈一时是没有下场的 淳安县有史以来还没有住过这么多的兵 全都是从省里调来的 把个县崖大平四周都站满了 大平的正中架着一座柴山 柴山上端的旗杆上背靠背的捆着两个人 一个是旗大柱 另一个就是井上十四郎 绕着柴山的四面都摆满了战笼 每个战笼里都关着一个轻壮的汉子 外面便是一圈一圈的百姓 大家都在那里静静的看着 海瑞就是在这样的一副场景下来到了淳安 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也不看周围的人 稳步往前走着 一名队官急步赶了过来 向海瑞一拱手说道 在下姓徐 镊斯衙门的千户长 海瑞看都没看他一眼 便直直的向衙门走去 那个徐千户的脸立刻就仗红了 进了县衙之后 一个穿着八品服色的小官 快步走了过来 迎着海瑞深深一击 属下淳安县城田有路 恭迎唐尊 现在是四时 请唐尊先去换官服 53克要兼斩 海瑞同样没有说话 向衙里走去 田有路正了一下 也只好跟着他走了进去 眼看着53克江道 天清如洗 白日高悬 行刑的人从衙门里列队走了出来 围观的人群也都瞪大了眼睛 尽量的望前击 人人都想更清楚的看到这一千载难逢的场面 由于省里定下的是火形和球龙脚形 十几个穿着红衣的刽子手便都没有扛刀 两个执行火形的刽子手手里面举着火把 提着油桶走到了柴堆前 十个执行脚形的刽子手各自走到了一只球龙前 所谓球龙脚形 就是说这个球龙的底板是活的 只要刽子手一拉 底板就会被抽出来 球龙里的犯人的脖子便会卡在球龙圆形的套里 被活活的卡死 53克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一切就绪 唯独不见监展官 那徐千护耐不住了 走近了跟与海瑞同来的蒋千护说道 都50了 那鸟关怎么还不出来啊 蒋千护答道 要不咱俩进去把他给叫出来 于是二人一同向衙门里走去 一路上还气势汹汹的 可一踏进大唐 徐蒋二人便同时一正 只见海瑞早已换上了官服官帽 端坐在大唐正中的大案的后面 目光内敛一动不动 使人感到了一股不怒自危的无形的煞气 海瑞如何化解危局 且听疯子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